台长告诉大家的预言 拴住小船的木桩 对小船说道 哈哈 你失去了自由 小船跟他讲 你也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 学博人说 一心想拴住别人的人 其实自己也被别人拴住了 放开胸怀 拥抱世界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父亲早上的 在家里 找手表 找来找去找不到 他非常着急 因为上班时间不够了 他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一边抱怨 哎呀 怎么回事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心里很纳闷 等到父亲上班了之后呢 这个孩子啊 就偷偷地溜进了屋子里 一会儿 他就找到了手表 那么 父亲回家之后 孩子说 爸爸 我帮你把手表找到了 我帮你把手表找到了 父亲 非常的纳闷啊 孩子 你怎么会找到手表的 结果 孩子说 我安静地坐在你的房间里 一会儿 我就听到了 滴答滴答的手表声音了 所以我就找到了 人生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人 每天在焦虑当中活着 每天在寻找着自己的生活 我该怎么办 你反而找不到 我们学博人 只有将自己的心 平静下来 你才能听到你内心的声音 你才能找到你人生真正的目标 你才能听到你